将细胞瘤是不是能够治愈呢 这个问题首先取决于这个患者的将细胞瘤到底是孤立性的还是多发的 是原发的还是即发的 如果这个患者是一个孤立性的将细胞瘤 并且不是巨大的将细胞瘤 骨川没有发现将细胞的异常增多表形的异常 血中的M蛋白也没有明显的增多 没有或者只是微量 那么都提示它的预后是比较好的 可以通过手术的切除来进行治疗 并且这种患者的预后是非常好的 通常不会复发 但是对于多发的将细胞瘤 我们要去判断它的骨髓中是否有将细胞的异常增多 是否符合了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标准 如果本身就是多发性骨髓瘤 并发了多发的将细胞瘤的话 那么或者是并发了孤立性的将细胞瘤的话 那么它的治疗的方法以及预后 都是等同于我们多发性骨髓瘤的 并且如果这个多发性骨髓瘤 激发产生了将细胞瘤是发生在水外的 尤其是发生在骨头以外的部位 那么它的预后是极差的 是一个独立的不良预后因素 也就是意味着不用进行其他的任何检查 这类患者就被分在高危的人群当中 所以它的治疗必须要非常的积极 除了进行我们常规的诱导巩固治疗以外 需要进行做自体造血干细胞的移植 那么如果这个患者的年龄允许 也有合适的供者 也可以考虑一线进行 易经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治疗 考虑去病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